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要為同學示範的是 TuneBone Studio 6.0的 嘴型運用 在製作動畫的時候 最麻煩的就是 你要如何去 為每一個角色 配上他的這個嘴型 我們呢 以前呢 在製作動畫的時候 需要一個一個字 用Flash 或是用其他軟體呢 去 配他的嘴型 這樣子的工程呢 是很耗大 耗時的 自從有了這個TuneBone Studio之後呢 我們可以快速的 只要畫好八個基本的嘴型 我們就可以 完成 我們的 嘴型的製作 因為呢 之後的工作就全部交給電腦來運算 電腦會自動把我們將 我們做好了八個嘴型 A B C D E F G 還有一個閉嘴 全部 自動配上去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何製作 首先我們 開啟 一張TuneBone的塗膽 我們先畫 一個快速的畫一個基本點形 OK 這地方呢 要掛他的手 這是一個 卡通人物 攀鼠哥 攀鼠勾 好 這是身體跟手部分 因為這部分我們等一下不讓它動 只有手把跟引擎會動 我們再新增一個元素 然後是繪圖元素 我們可以取名叫做 Eyes 這部分呢都不是我們待會要講的重點 只是讓同學順便知道一下 它的一個製作的一個流程而已 我們呢 為了可能等一下會讓眼睛會動 所以我們眼睛要另外去繪製另外一個圓件的圖層 那我們現在畫一個圖層 我們再複製按著LF鍵 然後我們把這個圖模式打開 然後它刷在條件 我們再複製按著LF鍵 再這樣打開 再看我們所畫的其他圖層的圖 造型 2D鍵是說XD鍵是算大 好 我們現在把紅的引擎換上去 我們現在把紅的引擎換上去 衝出來了 好 紅球是黑的 然後是說我們在畫一個 還是小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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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我們要不要跟第八地層 我們把第八上給射 好 一定能再看它稍微的 充斥一下 輸一點 然後再細一點 好 我們再 好 我們再 回到這個預設模式 我們再新增一個 這個 元素元件 然後一樣是選擇Drawing的 繪圖的元素 這個層呢 就是嘴巴Mouse 好 然後 一樣 這應該在上層 等一下 我們把它 順序調整一下 好 這要在上層比較好 然後我們 這個 剛剛是用繪圖模式 現在我們把它改成攝影模式 攝影機模式 攝影機模式可以看到 整個畫好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嘴巴應該畫在什麼地方 OK 要畫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呢 按照我們所要的嘴型 一個一個開始畫 我們先按照ABCD開始畫 A A嘴巴 嘴型微微的張開 只有一點點而已 只有一點點而已 接近是閉著的 好 然後我們要在Library這邊打開 然後啟動這個 Animation 這個Animation 這個Sense 第一個場景 這個Mouse 將我們剛剛所畫的第一個嘴型 E把它取名叫做A 這樣子我們電腦才能夠去辨識它的嘴型 好 按兩下之後 按下英文鍵A 按Return 它會自動呢 會把我們的 會再把它加一個Mouse A 好 再來我們畫第二個 第二個的時候呢 就 你將影格這邊點到第二格 然後這個會有殘影 可以看到你前面一張 的一個位置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好 再來是A 可以B B微微的再張開一點點 照著這個位置 我們再把它稍微 畫大一點 B OK 一樣 把名字改一下 再下一個 C C的嘴型呢 C的嘴型呢 稍微的 再更大 C 牙齒要露出來 然後上嘴唇 稍微的 往上 上次可以看到牙齒 C 然後再把名稱改掉 C 再下一個 D 是所有嘴唇裡面呢 嘴型呢 最大的 D D 一樣 取名為D的嘴型 取名為D的嘴型 D 再來1 1的嘴型呢 稍微的 縮回來 然後 口稍微比較尖一點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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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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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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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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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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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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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總共有快要145左右 好,我們首先快速的讀一遍 好,到這邊 然後將我們剛剛所畫的臉型 眼睛按著SHIFT鍵 兩個都選取,然後按右鍵 我們延伸我們的影格 選擇這個選項 Intend Explosion 好,那其他的嘴巴呢 剩下這些影格的 是由電腦來去填補跟去計算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先 將我們這個聲音檔點選這一層 然後按右鍵 選擇這個Edit Song 編輯這個聲音 然後我們點音軌 一定要點音軌 變成這個紫色的之後 再按這個嘴形的這個套用 好,現在電腦已經判讀完這整個聲音的嘴形了 然後我們就按OK 這時候我們再啟動這個 盤極溝這一層的這個MV3 再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 Modify Leaf Things Mopping 就是說要套用 我們的這個 塗層的哪一層呢 要用這個嘴形 當然是要選擇嘴形的這一層 請同學記得千萬不要選錯了 要選擇嘴形的這一層 按OK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來播放一次 心動了嗎 把趙陽安心農產品 通通帶回家吧 好,可是我們剛剛有發現一個地方 我們 這個 嘴巴呢 我們忘了去上色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 再還原 按卡面加Z 還原 像把剛剛的嘴唇呢 一個一個再把顏色都填上去 好,現在 回到我們的 第一層 然後 顏色 Color 嘴唇應該是暗紅色 好,下一個 暗紅色 我們中間把暗紅色填上去 好,再來填 舌頭的顏色 好,舌頭跟牙齒同時填 等一下,牙齒是上面 好,完成了 我們這時候呢 再去 運算一遍 選擇寒極溝這一層 聲音檔這一層 按右鍵 選擇這個 去套用我們的圖層 嘴唇這一層 OK 好,現在我們再播放一次 把它縮小一點 心動了嗎? 把趙陽安心農產品 統統帶回家吧 這樣是很方便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作業就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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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